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6月30号,星期四 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的5点54分,美股已经收盘 我们很快做一下收盘节美股 今天关键的一题是美股低开低走,标普500指寿 创50余年来最差上半年表现 未来走势,人不容不容乐观 热门中概股多数走低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摘要 那么周氏,也就是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标普500指寿上半年累跌21%,创下1970年以来最差的上半年表现 那么纳指跌约30%,道指跌15.3% 所以现在实际上就道指还没有跌于熊市 其他的一些指寿都已经跌于熊市了 那么第二点,恶物冲突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企业盈利前景暗淡 以及美联储为遏制通胀大幅加息 在过去几个月来,持续打压市场情绪 随着恐慌情绪持续蔓延 未来走势仍旧不容乐观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PCE物价指数显示 美国家庭支出增速显入放缓 再度勾起市场对经济衰退将至的痛苦联想 那么消费者支出下降,刺激华尔街敏感神经 预测机构纷纷下调,美国经济展望 那么第三点,科技股经典招式的打击尤其严重 热门明星科技股整体表现不佳 特斯拉上半年累计下跌于36% 苹果跌23%,微远跌24%,Google跌25% Meta也就是Facebook跌52%,奈飞跌71% 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先看一下大盘的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分时度 大家可以看,今天基本上是低开 在盘中曾经来了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今天做任务交易是比较合适的 盘中高点你可以抛掉 标普下跌0.88%,道指下跌0.82% 纳斯达克下跌1.35%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行业任务图 大家看基本上是涨跌护线 但是跌的明显的要多 我们再看一下明长的板块 基本上是一些工业金属或采矿 太阳能、阿里概念 那么工程建设、航天、军工、太空概念 污染和处理控制、量子、机场概念 所以比较差,既有一些传统的 也有一些金属方面 也有一些概念股 比如量子、计算机 我们再看一下涨跌分布 截至今天收盘的时候 下跌的股票一共有7723加 那么上涨的股票一共有4163 所以下跌的股票还是多于上涨 跟昨天是非常非常类似 好了,我们很快的具体的给大家看下大盘 这个是标普500指数 那么我们为了看更清楚 把这个成交量也去掉 那么今天标普500下跌0.88% 这里头我以前给大家说过 基本上每一次都讲过 我这个基本上从2020年3月份以来 我都是用波浪领的 关于这个波浪领的 我在今年的4月15号 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一些基本知识的介绍 大家有心里可以去回忆看 那么基本上我们是认为是8浪 也就是1浪、2浪、3浪、4浪、5浪 这个是上升浪 然后下跌浪是A、B、C 目前这个大盘实际上运行在C浪中间 我们说很早之前我就说过了 C浪下跌的破坏率非常大 那么一般跌幅也大 持续时间长 出现全面性的下跌 所以目前大盘实际上在C浪 对标普500来说 有一根线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2020年3月份Cray之前的这个位置 3394点 一般市场认为就是说 只有当这个标普500跌到这个位置 或者以下的时候 那么费的才有可能出来救市 所以现在大家不会预期一般市场 现在至少目前为止是不会救市的 所以市场还得继续往下探底 大家注意 那么这里头还有一根线 就是刘归雄的分裂线 大时3845点 实际上最近两天又跌破了 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了 它曾经在这个地方 2020年6月13号星期一跌破以后 后来来了一个V型的反转 但是没有成功 大家现在又跌破了 所以我们说 当时说我这个V型的反转要做成的话 实际上要回复这个跳空缺口 要来到这个位置左右 但是很明显现在只走了一半 似乎是开始往回调 就是说 而且我说有两种可能 我前期的视频 大家如果看过我前两期的视频 有两种 一个是V型的 如果V型的反转不太好 因为这个可能你比如养老基金 这个催化剂没有成功 那么它有可能 走一个WD 就类似于这个地方 大家看第一条腿已经成功了 那么目前实际上 是在做第二条腿 就类似于这个地方 我们从今天受到这个 看见形态来看 受到一个实质性 这个方向不是很明确 目前从历史上看 7月份上涨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不一定 它这个 我们说它有这个 做这个WD的这个趋势 但是它不一定做成 它有可能 就是说另外一种可能 它在某一个位置 就停止了 你比如说 然后形成一个N字形 MN的这个形状 也是可能的 这个实际上取决于 整个这个大盘的环境 取决于这些通货膨胀的 通货膨胀的一些预期 以及这个地缘政治 各方面 但是它做这个WD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 我们再看道琼师 那么道琼师 我们刚刚说过 还没有进行熊市 同样我们用拔浪点的 分析过以前 它这个也是运行在三浪中 但牛跟熊的分线 在这个地方 大是三万点 两万九千五百 三点 它上一次回调 非常接近这个点 目前实际上 它这个V型反卷也没有成功 目前就是说 所以它也有可能 类似 跟那个标普本类似 它也有可能 做一个类似 这个地方的WD 但是也有可能 在这一块 所以说 因为目前这些 不确定因素太多 你比如说 七月份 明天就是七月一号了 那么这个加息 倒是五十个基点 还是七十五个基点 还是一百个基点 这些不确定因素 对这个股市的影响 都非常非常大 但是总的来说 它现在两种可能 类似那个标普五百 它做这个WD 第二条腿 那么也有可能 在中间 行这个N字形 往上走 这个都有可能 我们刚才忘记看了一下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就是说是这个月 这个月的最后 我们看这个月K图 也就知道 这个月K图 我们看均线就知道 它基本上跌破了 大家注意这个是年线 这个是半年线 这个是季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十天线 这个是五天线 它很明显 已经跌破了这个二十周的这个线 这二十月的线 大家注意 我们看一下周线 那么从周线级别来看 因为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 但总的来看 这个礼拜收这个英镑的可能性 应该非常大 这个月线已经收了一个实体的英镑 非常的明显 今天也是正好第二季度 所以我们看一下季线 它这个季线实际上 已经跌破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5G 这个是实际的这个线 它是三万零九百二十三点 实际上今天应该是已经跌破了 对 所以这些符号 而且它收了一个 从G线级别来考虑 它也收了一个实体的英镑 我们再回来这个日K图来看 日K图来看 它是不是在十天线的附近是站稳的 就是说 但是总的来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道文师有可能也在做一个W底 类似这个地方 或者是N字底 就是说 如果这个W底做不成功 来到一半左右 往上回弹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N字 我们称为N字底 就是说 我们再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实际上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道琼市还没有进行熊市 标普500已经又进行熊市了 那么这个 纳斯达克 牛根熊的分界线 在这个地方 这一根线 也就是一万二千九百五十点 它已经运行在这个下面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 目前来看 它也是这个V型反卷没有做成 然后就往下走了 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个 类似这个地方一个W底 这是第一条腿 已经成了 那么现在在做第二条腿 所以说 似乎还没有到位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N字形状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肺半 那么肺半同样也是巴浪里的 就是说 我以前也讲过 但牛根熊的分界线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三千二百四十七点 所以这个肺半 在这个熊市的环境运行的时间 也非常非常长 我最近一直在提醒大家肺半 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为那个桥水基金做空 那个ASMO 已经非常 已经有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而且资金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肺半 它倒是比其他的都要弱 但目前这个W底 已经完成了 就是说 你要从 它还可能继续往下跌 因为这个右腿 有可能更低 就是说 但是至少从今天收盘来看 它这个W底 已经做成了 就是说 所以这个肺半 是不是到此为止 从7月1号开始往上走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W底的这个底部了 就是说 已经是成型了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目前这个肺半 就是说 你比如说 英伟达 AMD 高通 博通 还有英特尔 这都是属于肺半 那些重要的成分物 就是说 很有可能这个W底 现在已经开始形成了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美国10元期国债收益率 那么今天实际上 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3%的位置了 已经跌下来 近期的这个下降 确实线 我们看一下 均线就知道了 它已经来到 这个G线的附近 就是说 这个美国10元期国债收益率 只要是在3%以上 这个线就是3% 我们认为 它对这个股市的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3%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原油 那么原油来看 它也是 它还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 大家看一下 但是跌破了G线 以上 所有的这些 短期的这些均线 包括月线 10天线 5天线 它这个走势 倒是已经开始卷入 但是你要从绝对这来看 我们说这个油价 只要是高于100 就是非常非常强势 对股市的压力也比较大 而且目前它还没有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股价还是非常的强势 对股市的压力也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黄金 那么黄金目前的走势非常弱 它基本上在200天下运行 已经连线 已经运行非常长时间了 而且它现在基本上是被5天线压制 所以这种走势是非常非常的弱 所以黄金相关的股票 目前你最好是观望 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还是个多头牌 尽管它今天下跌0.31% 但是它还是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但这个股价形态不是太好 就类似这个地方 比较长的这个上限 但一般预示后面还会下跌 但是这个美元指数 我说过了 它只要在100以上 还是非常强势 而且对这个股市的压力也比较大 就跟我们说的油价也是100 我们再看一下VIG指数 那么这个是标普500波动的指数 这个指数今天上在1.95% 它现在基本上在 这个是25增线 这个是30 那么这个是35 我们说VIG指数突破25的时候 市场近于恐慌 那么过30的话就比较恐慌了 那么过35 40的话 就所以非常非常的恐慌 所以目前这个市场情绪 实际上是在比较恐慌的这个情绪 就是说还没有到非常恐慌 哪一天来了这个非常恐慌的时候 估计你就应该可以进场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明天交易顺利 拜拜